分成两队 一队去那边 一队去另外一边 打他 这邪恶 如今不过就是强弩之末 死到临头还有什么话要说 你想不想 找齐元宝和长岳报仇 长岳对你可是夺妻之憾 难道你也要 向你父亲那般懦弱 就此放过他们 你说什么 我说得不对嘛 齐元宝当中回魂 现在更是不顾你的感受 公然和长岳出双入队 让你成了整个修门的笑话 而你现在却在做缩头乌龟 不敢对付他们 我知道了 就你那点儿修为 别说对付长岳了 你连齐元宝都奈何不了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得得得 现在是个人就能杀了我 但是只要你今天不杀我 来日 我帮你杀了齐元宝和长岳 就凭你现在这副德行 我现在不行 可我手里的魁奴可以 魁奴 我 你还没什么这副德行吗 不 那 你还没什么 我不信我 这副德行 我就不信我 那副德行 我 不信我 这副德行 你还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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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霍树牙 云宝 有事吗 这么晚了 你还要出去吗 你喝汤 会也这么晚了还在外面吗 霍公子 你可真能认哪 你不想死就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 现在所有人都在找你 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给我待在这儿 不要给我惹麻烦 那我可要多谢货工资了 今天那些愧奴 到底是怎么练成的 别着急 等我把伤养好 我自然会教你 你肯定一点 你肯定她 真可怜 有 你肯定了 你肯定是 你肯定有 你肯定是 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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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放心吧 爹 我会的 我说 咱们少主最近的食欲真是不错啊 这实量也是越来越大了 对啊 怎么了 没事 你的伤口又在流行 看他这么长时间都不好 要不要我拿药给你处理一下 不必了 你的伤 到底是怎么了 我记得当日 好像你病没有受伤了吧 老章 lugar 是吗 我看你的身体应该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是不是也可以教我练愧无的方法 心机吃不了热豆腐 我现在灵力受损 在这儿我看你的身体 但是教不了你 若是再藏下去 只怕迟早而漏下 何况刚刚她身体真正好转了 就更不会受个胁迫了 她的伤来得如此蹊跷 莫非这连款牛的法器 就藏在那儿 她还在这儿 凤亨 最后我们的血 running 还在这儿 这气功我不就刘 水 要命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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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完全没有 虽然 看到了 你这么沉不住气 你要么把法器给我 要么就给我去死 霍书雅想清楚了 你若在这儿杀我 弄出点动静来 等到其他的修者过来 法器还轮得到你吗 我要是你 我就收起那些小心思 爹 爹 书雅 他怎么会出现在你的房间 我也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儿 差点招了他的道了 爹 快去通知其他人吧 为求努力